12年前台东县政府在台东市海滨 新建了这条观光自行车道 可是损坏之后四周变得很荒凉 现在不少没有功德心的民众 又把飞机家具和各种垃圾 都往这条自行车道丢 停车场也变成了垃圾场 没有功德心的民众 甚至把垃圾丢进海岸防风林里 丢了就跑 有的垃圾还一整包挂在树上 非常夸张 台东县政府和台东邻居管理处 今年年初已经在防风林 张贴禁止烂到垃圾的告示 可是民众还是在两公里长的自行车 道路边草丛乱丢垃圾 先政府也很难管 我想首先我们会马上来联系宏宝局 然后那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人力 一起共同来把这一块的垃圾 赶快进行一个清运 台东县政府打算编列预算 在这个路段增设兼士气 防止民众乱丢垃圾 但只是治标不治本 还是需要民众发挥公德心 共同维护环境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